如果说你不小心用了旧版本的那个减盘转换的工具的话 那么您会发现在检验里面 以我这个来说 我把它做了减盘转换之后 这个装案就会打不开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地方找到全局设置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草稿的资料夹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位置 你点到它之后把这个路径复制起来 用档案总管把它打开 找到之后呢 你看是哪一天做的专案 以我现在来讲 我是在9月1号做的 那么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 DraftContent.json这个档案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文字档 你可以把它用文字编辑器 或是其他的网页编辑软件都可以把它打开 那我现在打开之后 其实我们的翻译的文字 其实就在里面 那这个地方可能需要稍微找一下 以我现在来讲的话 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叫做Content 内容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把它做了简版转换 其实它在这里面样式有修正过 所以造成简印没有办法正常读到这个内容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需要把这些Content里面的这个内容把它清除掉 你清除掉之后其实我们的专案就可以再继续打开 走到Content这边 那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文字的字幕 那记得前面这个双引号帮它留着 那我们继续往下找 找到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的话以我这边来讲 它是在这边谢谢完之后到这里 那后面一样会有双引号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从双引号的前面 往前一直到我的第一句 双引号的后面到这边把它散掉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呢就会 在Content字幕的内容里面是空的 好我们现在就把它做一个存档 那现在呢就可以重新再把简印的专案打开 打开之后呢 如果你还有看到一些多余的字幕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好